传统燃煤给千家万户带去温暖 但也给我们的家园带来污染 新型燃料横空出世 与传统燃料相比 会有哪些优势和弊端呢 敬请收看外发明 颗粒成型剂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我爱发明 我是主持人丁锡 今天做客我们演播室的是我们的老朋友 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彭梦华老师 彭老师前两天我在网上看到一组数字 我真是大吃一惊 说这个一万吨的木线 可以产生零点八万吨的标准煤 对 它是这样 你烧一万吨的木线 它相当于烧了零点八万吨的标准煤 它们放出的热量是相等的 应该这么去说 而且我看到可以减少 这个烟尘的排放量呢 大约是在八十吨左右 其实这组数字是非常庞大的 对 你像那个烧煤的话 它有好多副作用 比如它产生二氧化硫 所以我们要烧一些生物燃料呢 它这方面可能会少一些 它的一些化学成分呢 更简单一些 嗯 其实呢 我们在取这些生物燃料的时候 是非常方便的 据说这个农作物啊 每年可以达到三亿吨 对 其实在我们这个周围 有很多没有利用起来的这些个 像木材啊 接杆啊 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 那么这些东西 如果我们都给它变成燃料 进行燃烧的话 那会节省大量的这种煤 所以照您这么一说啊 咱们的这个燃料 无处不在 无所不有啊 是吧 对 平常看到它们都是废品 嗯 没有人去在意它 没有人在意 对 如果要给它加工成这样的 一个一个的小木条 确实是很辛苦 也很脏 嗯 所以原来可能没有人 看得上这些东西 嗯 所以我们的发明人呢 真的是非常的有心啊 他呢 就看到了这一点 所以他现在呢 就给我们发明了 这样的一个机器 叫做木屑 颗粒的成型机 我们一起去看看 这个发明是怎么一回事的 你可曾想过 木材加工之后 剩下的木屑 可以用来做什么呢 这成堆的木屑 像小山似的 高高的堆在那里 可以被风带到任何一个地方 所以给它们找一个好去处 就成了一件 十分必要的事情 今天呢 我们来到河北省的一家 专门制作木屑颗粒的地方 那么虽然今天天空 稀稀利利利的下着小雨 而且非常的冷 但是呢 我依然非常的激动 因为马上就会看到 这个木屑颗粒长什么样了 走吧 哎呦 大哥们好 哎呦 这个里边 这个成熟很大呀 对 咱们这个就是在加工 木屑颗粒吗 对对对 木屑是木屑颗粒 咱们能不能让这几个师傅们先挺一下 可以可以 大哥贵姓啊 我姓陈 陈大哥 您呢 姓王 王大哥 两位大哥好 哎呦 这个应该是刚做出来了 对 刚做的 还有温度啊 热的就是 我第一反应就是像我们上学时候用的那个粉笔 特别的像啊 这比粉笔要硬的多 那我试一下有作印 这个可能不断了吧 嗯 不断了 而且我还发现它这个外表非常的光滑啊 这个就是用木屑做出来的 爆花巨梦 就是用这些做成的 对 像我这种外行人一看就以为是那种小沙丘 你可以先进出来看一下 对 进去看一下 嗯 走进了这个味道一闻就知道是木屑的味道了 这个都是甲鱼厂下来的虾脚粒 哎呦 这个一捏全都散了 这么松散柔软的东西 最后能做成那么坚硬的这样的颗粒 对啊 从这才继续做的 可以看一下 这是一个脚龙 进来口 通过脚龙 到这个机器边去 嗯 通过高温寄氧 才出来这个颗粒呢 原来木屑颗粒 就是这样通过高温高压 把松散的木屑挤压成坚硬的颗粒 嗯 什么都不需要加吗 不行 得要加水 哦 这个水跟这个在这儿配比晕了 嗯 大概在百分之十三四吧 哦 水分在百分之十三十四 我能试着做一下吗 可以 看两个小伙子干得火热 为了体现自己不娇气 我们的记者也体验了一把 体验之前 他先全副武装一番 果然还没干一会儿 他就被满天飞舞的木屑 包裹得严严实实 没坚持两分钟 就停了下来 我没有想到 靠近近那口的地方 这个阳尘大的 我简直睁不开眼睛 是很大 嗯 然后这个吸到喉咙里 特别不舒服 对对对对 每天工人在这儿干活 吃个多小时吧 十多个小时 对 就是 都是这样的 花呢 才待了几分钟 我们的记者就已经感觉不舒服了 难以想象 工作环境这么恶劣 这些师傅们是怎么样 每天坚持守在这里的 这个身上可能每天都是脏兮兮的 对 嗯 这个有怨言吗 没有 天天都这么脏吗 天天都这么脏 哦 你看我啊 就进来这么一会儿 哎呦 自己没注意到 看我的鞋 已经脏成这个样子了 两位大哥 这个工人师傅们太辛苦了 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 我这想一想 我都心疼他们 咱们能不能让他们每天 工作量稍微降低一点呢 现在你看到了 这个集子 这个什么字 已经到这了 嗯 我也想着 让他们得减轻一点 现在没办法 老陈告诉我们 他也想减少在厂子里待的时间 只是机器的效率不高 迫于无奈 只能打持久战 您刚才也说了啊 这个燃烧的时候 它应该是不会有烟 对 那跟燃煤比起来 它还好在哪些地方 这个没有二氧花瘤 嗯 那个燃煤它有 那个二氧花瘤 这个容易烧出来之后 老陈信心满满地告诉我们 木屑颗粒是一种节能又环保的燃料 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呢 我们还是决定 先拿到权威机构检测一番 我们来到当地的一个检测机构 一位姓陈的检测员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现在就请陈检测员给我们检测一下 我们专门带过来的这个刚做好的木屑颗粒 然后就是想检测一下它里边的成分有哪些 就是经过检测之后会检测出来它的灰分 硬的含量和那个轻的含量 包括它的最高燃烧大卡的数量 这个就是天平 就是从你取来的样之后 那个测量这个重量之后 然后进入那个烤箱之后 烤箱烘干 然后测出它的含水量 之后进入这个热热仪 就是需要的轻的含量和那个硬的含量 包括它的最高卡位 就都测出来了 先将10克的木屑颗粒碾磨成粉末 然后进行脱水烘干 再取出一克放入密闭的容器内 15分钟之后 答案就出来了 我们来和燃煤的对比一下吧 这个木屑颗粒的那个含量量是3.0 这个传统的这个煤炭的那个是4.0 这个污染的最快破手就是这个硫 这个硫应该是传统煤炭的十分之一 下面咱们看一下 打开看一下它的最后的灰粪情况 还要看一下灰粪 这个灰粪多与少 它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它那个残留物如果多的话 证明这个木屑产生的灰粪就多 它就燃烧之后剩下的残渣就多一点 就没有燃烧剂 对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已经 基本没有 还真是 基本没有 没有啊 它证明它的其他的物质很少 我们倒一下 我们看一下 还真没有 说明都已经是燃烧尽了 对燃烧尽了 它的那个其他的东西很少 陈大哥 这个木屑颗粒真的是既节能又环保 对 但是我就想它为什么没有被我们大众所熟知呢 这个是一个是技术方面的原因 再一个是透支挺大 汇包挺小 人们都不愿意做这个 那个前两天呢 有一个小伙子给我打电话 说他们做了一天那个新型的技术简便的这种机子 我说也要看一下 一听说有一种新型的木屑颗粒机 我们立马兴奋了起来 这新机器到底和传统的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赶快去一探究竟 您好 发明人何永生 发明项目 必是环模颗粒机 何永生 河北廊坊人 家住廊坊市文安县 从小他就对木头情有独钟 木头玩具 书 木制家具等等 凡是和木头有关的东西 他都特别着魔 从小啊 我就喜欢这个木头 因为原来啊 家里面穷 父亲呢 就给做那个木制玩具 比如说小车 弹弓什么的 至今还保留一把弹弓 在他生活的县城里 有许多家具厂 经常木材加工剩下的木屑 就堆放在路边 浪费不说 如果不及时遮盖 还会污染环境 从小责任感很强的何师傅 总想着做点什么 改变这一现状 也是从这个网上 他这个资料 我就想有没有一种 可以代替他 能耗降低 产能增高 来把这个木屑颗粒 把它做好 将木屑变成可以燃烧的颗粒 废物再利用 节能又环保 何师傅越想越高兴 从小 他的动手能力就很强 家里的各种电器坏了 他倒过一晚上就修好了 后来又去机械厂 专门拜师学艺 打造一台机器 你们俩帮忙把它打开它 铲料方面 会比你们原来的那种提升一倍 这个就是咱们上面这个划门了 这是那个瓶门 这个就是咱们传统的 对 传统的瓶门 这一个呢 也就在300左右 它呢 470乘以周长 它的孔是在520个左右 它有一个压根 压根贴着这个模具 然后呢 它挤压 通过挤压 把这个锯末呢 从这个 这边 就挤压出来了 何师傅发明的 立式环模颗粒机 原料进入高温的机器后 由旋转的压轮 将其从环形的模具中挤压出来 再由模具外的切刀切断 木屑颗粒 就做好了 咱们大哥觉得呢 试试吧 我们先试试吧 没 他硬说 新型的木屑颗粒机 到底效果怎么样呢 老陈和老王迫不及待的 让何师傅演示 向当场验收一下 开机了啊 新机器和传统的机器一样 都是人工上料 只是模具由平面 改为了环模 按照何师傅的设计 环形模具的模具孔 比平面模具的 要多出好多 所以生产速度 一定会快很多 老陈和老王 会满意吗 开始有墨子 再一个厨的机器太短了 太小了 太小太小 太短了 太短了 也不合格 快不快 速度还凑合 就是一样 你厨具就太碎了 太碎了 这个厨具太小了 燃烧用碎一点 不是更好烧吗 不行 你压烧的时候 碎了之后 温度上不去 是吧 你跟烧这个锯末的 有什么区别啊 这样就可以 这种是合格的 对 成型的荷格 应该是2至3公分 你这个用吗 2至3公分 你看它的密度呢 密度你不用说 你只是说 现在这么小 烧不了人家 在运输过程中 太有碎了 没想到 速度是快了 可是出来的颗粒 不是碎了 就是太短了 根本达不到 合格的标准 老陈说 这些颗粒 在运输的过程中 免不了磕磕碰碰 等运到了 估计就都碎成渣了 根本不能用来燃烧 你这个 你这个电话 说挺好挺好 你记得哪些呢 这个比你那个机器 产量要高一倍 还要多呢 产量是次要的 你喝歌 你躲高 要是现在出来之后 你不喝歌 那不也没用吗 我还问你一下 你这个机器 我看我凝聪 不太好 噪音大 对 这怎么还滴水 这个水是从哪来的 它这个锯末和这爆花 进了咱们这个环膜和压滚的地方 它会产生热度吗 热度 咱们这个锯末上面 本来就含水分 然后这个水蒸气 就顺着这个位置 一直向上 然后就在这里滴下来了 它这个油水 对做颗粒有影响吗 有影响 有影响啊 对 有影响 这个水滴进来之后 这个颗粒 它要滴到颗粒上的话 这颗粒子又换圆了 又成了泥状的了 又成泥状了 满心欢喜 结果扑了一场空 三个人心里都不好受 老陈和老王走后 何师傅围在机器旁 迟迟不肯离去 他一时想不明白 为什么出来的颗粒 都碎掉了呢 黄老师 我这看着就着急 你说这么好的材料 既环保又节能 而且它的里边 化学物质 还有灰尘都非常少 这个燃烧率也很高啊 可能也有些人看不起这个 觉得就是这点 这个我们认为是废料的东西 能有多大的经济效益呢 其实我们说 这个要做好了 对环境的保护 是非常有好处的 您说的太对了 您看啊 一个四吨的 年燃烧量达到3600吨的锅炉来说 如果用这种生物的 这个颗粒的燃料呢 比传统的这个燃料 要节省大概170万元左右 对 这个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 你像北方烧煤 那么多城市都在烧 如果说每一台锅炉 都有这样的节省 那我们想节省下来的资金 是相当可观的 但是我们说呢 以前人们在做这个事的时候 没有考虑到怎么提高 生产这个木条的这个效率 所以我们刚才看到视频里 这个机器 它的生产效率是非常快的 对 你像传统的吧 它都采用这样一种方式 今天我做了两个模型 你可以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用的注射器的那个针管 在它的前端 我打了一些孔 你看这个孔打的有什么差别吗 一个是打在这个前端 还有一个是打在这样的这个柱上 对 这个其实就是它这个机器 跟传统机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差别 这样的是传统的 这是传统的 好 这个是 这个是它的改进 改进 我们可以试一下 你比如说我把一块橡皮泥给搁进去 你现在呢 通过挤压的方式 前面就可以挤出条来 这个条就是它挤压的那个木条 是 你试一试 好 用力挤 再用力 这还真不好挤呢 再用力 好了 可以了 五个小木条 这就是五个小木条 对呀 我们看同样这样一个头 现在呢 我把这个孔打在侧面 如果我们把这个橡皮泥搁在里边 我来挤一挤 你看看它出条的情况 跟那个有什么不同 我这样一挤 它就可以从四周出条了 四面八方出这木条了 确实你看 两倍都不止了 是啊 你看我这个孔跟孔间的距离 是 跟它这个孔跟孔间的距离 基本上是一样 一样的 对 但是我们用这种方式出条呢 它出的条就少 这个出的条呢 它就会多很多 但是啊 我在视频里看到的 它出来的这个过程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木条啊 容易碎 而且又太短了 这怎么办 这个呢 是这样的 你比如说我现在 从这挤出一些个木条 对啊 它就是很碎嘛 也很短嘛 你要现在就去削它 对 出来这种小颗粒 如果说我等它出来的条 多一些 长一些 对 就是别急 别着急 别着急 现在你再去削它 出来的条 那您瞧 这个和这个颗粒就不一样了 是不是 所以你就是等一等 咱们再把它切下来 刀机器不是等 它是控制那个刀的转速 转速 如果刀转得过快 它就是你刚出一点 就给你削下去了 刚出一点就削下去了 如果是转得慢呢 等它出够足够的长度的时候 你再去削它 听您那么一说 就非常的明晰了 咱们一起去看看 发明人会不会做出 这样的改变呢 机器的问题 到底出在什么地方 这一天没弄明白 何师傅心里 就一天不踏实 他这个人呢 特别 扔刀 扔一条道理的人 他都是装了呢 南枪都不来回头的那人 这把南枪装到了 还这么偷了装 都是那种人 为了研究这个机器 把家里的所有的机器 几乎是都已经全打进去了 然后对这身边所有的亲人 都忽略了 变得特别冷漠 那段时间 我挺难忘的 那段日子 我自己也特别苦 然后自己呆着大肚子 还去买菜 做饭 洗衣服 拖地 所有的事情 我都得扛起来一个人 蛮辛苦的那种 怨言特别多 那时候 正赶上妻子怀孕 一家人都沉浸在迎接小生命的喜悦之中 本来计划着好好陪陪妻子 可是一根筋的何师傅 心里总惦记着机器的改进 经常早出晚归 大大咧咧的性格 让他丝毫没有察觉出什么 直到有一天 菜做得不错 饿死了 其实就是饭的那么好 我觉得这机器 有找着灵感了 我得快吃 吃完了以后 我得赶紧灰度 吃啊 何师傅一头雾水 根本没意识到 妻子为什么会生气 后知后觉的他 本来就不善于言表 那段时间 更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妻子了 由于再三之后 他决定给自己重新规划时间 家人和改进工作 一个也不能落下 终于 在女儿诞生的那一年 他的机器也改进好了 他第一时间就把这个好消息 告诉了我们的记者 何大哥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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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您机器改进好了 改进好了 来刷一下吧 那您是改了哪个地方 然后才让他现在出来的料 是两到三公分长的 我改了这个切刀 上次咱们那个切刀 转速太快 而且呢 它距离模具太近 现在咱们这个 您看它有空气的 它和这个切刀的距离啊 在五公分左右了 哦 这个是第一代的切刀 对 那切刀在哪啊 是旁边这两个吗 这两个就是切刀 这个是咱们第二代的 对 这是第二代的了 哦 这个第二代 明显这多了好多切刀啊 对啊 我们现在这一个呢 它的转速才25转 每分钟 那那个是多少转 那个是96转呢 也就是这一代咱们的切刀 数量增加了 速度放慢了 对 给这个料有充足的时间 让它变得长一点 然后再切断 对 也可以这么理解 这个是什么呀 这个就是我们解决那个 上次那个蒸汽的问题 通过这个管道 然后这边装了一个隐风机 这个隐风机啊 就可以把这个蒸汽啊 输入到外面了 这一次 何师傅主要将切刀 由第一代的两个 换成了六个 这样 每个刀管辖的范围小了 速度就可以放慢 颗粒就不容易被切断了 同时 它还加了一个隐风机 可以有效的将机器工作时 产生的水蒸汽抽走 更加延长了机器的使用寿命 看上去不错 这一次 机器会出现上次的问题吗 还会不会中看不中用呢 我们赶紧试验一下吧 机器开动了 这一次 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 切刀的速度减慢了 可是出料的速度 一点都没有减慢 机器不一会儿 就做出了好多颗粒 你看现在它这个 这个颗料器是缓慢的转的 正好到出来五公分的时候 五六公分的样子 就把它切断了 而且呢 上一代呢 我们这个盖子不敢打开 打开以后 它就会飞得很厉害 很危险的 还有的时候容易碰到人 你看现在我们这个打开 都没事 它这个料就随便就从这边下来了 来看一下 你看我们这个料 现在几乎就是这长的了 短的很少 我看着挺不错的 这样吧 咱们让师傅们把这个机器先挺一下吧 好的好的 先挺一下 我们有尺子吗 有尺子 测量一下 测量一下 好 来 你看现在我们这个正好是4.7公分 放眼望去好像都挺长的 最短的也在2公分了 找到一个 但是像这种特别小的 真还不好找 这个现在咱们的成功率都在91%以上 但是我想问 它里边这个密实度会不会有一些区别 这个咱们从这个木质颗粒的表面就可以很直观的看到了 怎么看 你看它从它的光滑度上面 还有它的紧密度 你看有的这个 你看有的掰都掰不动它 这个紧密度就会相当大了 这一回 机器做出的颗粒 平均长度在3到5公分之间 密度很大 不容易掰断 合格率很高 效率也非常高 得到记者的认可后 何师傅信心倍增 他立马带着记者 拉着机器 去找老王和老陈 将把上次丢掉的面子 拾回来 老龙 小陈 杨子吗 杨子你拿着 好 怎么你们俩 一会儿过来 这不是那个机器做好了吗 做好了以后 拉着这来 再让你们看看 老婆来了 那位同事那位 你怎么老婆来了 你还同事那位 咱们上次不是约定好了吗 我给好了 我都照着一下 来来够强 行 来找我说你几点拿来 来 试试不得 你这绝对没问题这次 他拿去拿来 他都在这试试就好 那都 他别试 不是他已经拉过来来 你这他试试不得了吗 在这儿拿来 咱这什么都有 他在这试也行 这次这个机器改的 按照咱们的要求 两公分到五公分 畅度 而且结质度 光彩度 没想到 何师傅已经把机器拿到自己的厂子里了 老陈老王一听 只好无奈的同意了 这看着跟上次也差不多 也没什么变化吗 这不 变了很多 看着外观没怎么变 咱们那次也变了许多 咱们这边又夹了一个 引荒 哦 这上回你这楼水 就管弄了就没了 夹了个引荒 这里是这蒸汽 都不会上上边跑了 在这儿全部洗走 而且这个 咱们这边还特别干净 要不然我们试一下吧 要不然试试吧 是不是 这再试试 试一下吧 您看怎么样了 您二位 现在这质量还可以 嗯 长暖适中 嗯 光泽度也好 光泽呢 光泽度也好 嗯 这压力也行 哦 就是密度还可以啊 密度也行 咱们现在在说 这个质量和歌还可以吧 还可以啊 您觉得呢 我觉得还可以 看来我们何大哥这次改进成功了 嗯 超美的 何大哥恭喜你啊 嗯 这个也没少费心 嗯 您二位还满意是吗 满意是满意 就是说我们 跟我们那个除了的也差不多 嗯 我们要是换机器 这个肯定比我们也贵 我们有什么必要嘛 投入也挺多的 换它跟我们也除的一样 嗯 换它有什么必要啊 是不是 现在55 55千瓦的功率 是你们现在的产量的一倍 可能啊 又除了那小伙子 要比他试一下一会儿你 就是比不过我 你给我太挤的 比不过我 我我没你太挤的 就都留给你了 行 这样就 果然 何师傅的艰苦没有白费 老陈老王对新机器做出的颗粒 都非常满意 为了检验机器的工作效率 到底有多高 老陈提出了比赛的请求 何师傅爽快的答应了 在他看来 这正好给了自己一次 扬眉吐气的机会 一听说现场要比赛 周围厂子里的人都纷纷赶了过来 你们知道这个机器是干什么的吗 知道 知道啊 哦 那之前接触过这个木鞋颗粒吗 我接触过 嗯 您是做什么的呀 我现在就做这东西呢 也算有一点了解 嗯 您是做什么的呀 我是做 我虽然不是做这个行业的 但是我听说过这个东西 知道这个机器是干什么的吗 不知道 听他们说还是做木鞋颗粒的 你看到这个机器 第一感受是什么 第一感受比较不错 嗯 哪不错了 从外观上看就不错 嗯 通过我这么观察 我就要这个新的 扩生机率到 为什么 认为这个新的 它毕竟是新的产物 传统的木鞋颗粒机 你有见过吗 没有 这是头一次见 都是头一回 对对对 大家各输己见 对新老机器 都有不同的见解 毕竟 这是一个新兴的产业 好多人对木鞋颗粒的加工 并不了解 看来只有用比赛的事实 去说话了 今天呢 我们传统的机器队 和我们新型机器队 要在这里进行一场比赛 那么一会儿呢 我们规定 在十分钟的时间之内 哪个队 做的又多又好 哪个队就获胜 现场有没有谁 愿意做我们的裁判的 哎 这位大哥您好 您归姓啊 姓刘 刘师傅您好 您为什么自要奋勇的 要当裁判 因为做这个行业 已经有两三年了 那做成 这个木屑颗粒 有没有一个 它评判的标准 长度 它的密度 还有光发度 我们让现场观众 凭第一印象投票 到底哪个队的人气 更棒呢 没想到 刚一开始 就给老陈泼了一盆凉水 大部分人都支持新型机器队 老陈老王 你们两个失落吗 不失落 还有两个人支持你们 不失落 心里不难过吗 不难过 哎呦 这内心好强大呀 不管多少人支持你们 你们相信机器 对对对 有信心也不行 我们的机器非常好 一定是完胜他们的 来 咱们一起加油 新型第一队加油 加油 你看我 这边人做力量大 双方都信心满满 暗自叫起了叫 这不光是一场机器的较量 也是男人们的荣誉之战 开始吧 比赛开始 开始 比赛开始了 两个队的帮手 都推着小车 去搬运员材料 一时间 木屑又不听话的 满天飞舞了起来 像是给原本安静的比赛 增添了一些火药味 原材料 必须先经过筛选 将大个的木头过滤掉 才能用于加工 几个小伙子实力相当 几乎同时完成过滤环境 老陈 我看两个队 现在都在进行第一个步骤 就是筛这个原料 对对对 还是蛮脏的 对 所以一筛原料 就到处跑啊 这个尘土 对 我们所有人都已经 淹没在这个里边了 对 现在这招认工室 都是这个样子 就是这么抱着 没办法 现在 新机器明显速度要快一些 几番下来 地上就堆满了 做好的木屑颗粒 再看老陈老王这边 速度远远不如 何师傅这边 而且 由于合格率不高 做完的颗粒 需要再次进行筛选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 这么比下去 估计新机器赢的可能性很大 可是就在这时 新机器却突然停了下来 你刚刚把他关上了 他算了 关错了 没事 对不起 对不起 关错了 是故意的吗 不是不是不是 你看我一会就超问了 你害怕 故意给我关上了 关差了 关差了 咱们今天这两个队 都共用了一个操控箱 对 两个共用一个 加工箱 那咱们关的时候 这个注意 注意的 别总关我了 关差了 不是故意的 按错了 按错了 你肯定输了 今天 好在虚惊一场 是老陈不小心按错了按钮 他这一错 可把何师傅吓得够呛 刚缓过来没一会儿 机器又停了下来 又给我关了 没有没有 没有 你看这两灯还都亮着呢 不是我已经关的 这回你别赖我 这一次老陈没有按错 那机器为什么会停了下来呢 它就不出料了 是吧 不出料了 还有 料都满了 这里面原料满了 是把这个口给塞住了 把这个口塞住了 我看看现在它不出料 这料原料不是都满的吗 我让他们把它安装吸尘器吧 把它吸出来 怎么了 坏了 不再说问题 这太坏了 这个出料快 出料快不行了 我现在得找找问题在哪 都过 世界都过了一半了 没事 何大哥 这是干什么呢 这个 可能是压轮轴承有问题了 我看不明白 就把水滴上去 就能看出来 轴承有没有什么问题 对啊 它你看 现在它的温度太高了 你看 是 是都刺激响 水都刺激响了 它这个可能是经过 你们昨天 咱们试验的时候 你们打油了没打油 忘了 忘打油了 可能就是这个问题造成的 它这里边 凶的是 注高温黄油 而且咱们干了这么一会儿 可能是 他们忘打油了 忘记打油 造成这个轴承 没有润滑 然后出现了故障 这个压轨啊 它不旋转了 只是这样平着来回拖 所以它这个就造成了不出料 哦 对 那现在我们还在比赛啊 那能修得好吗 费劲了 这个 拿回去 把这个压轮拆下来 换轴成了 那好吧 那我们现在能做的 也就只有祈祷 对方不要超过我们了 对对对 经过称重 和师傅这边 一共做出 150斤左右的木屑颗粒 老陈那边 还在争分夺秒的追赶着 到底会不会反超何师傅呢 本来胜券在握 如今 何师傅和帮手们 只好眼巴巴的 任时间流走 看对手 热祸朝天的干着 那几分钟 对于他们而言 简直就是度日如年 现在两个队的这个成果 都在我们眼前了 嗯 这个其实 外观上看 还是比较明显的 对对对 嗯 一看这边就是传统队做的 对对对 因为它的这个锯末啊 嗯 把它的这个 这个散碎 散碎度就能明显的看出来 是传统机器做的 对 那为什么这个粉末这么多呢 嗯 这个传统机器就是这样 嗯 它要经过 再要经过一次筛选 光从这一点来看 咱们心情机器做的还是不错啊 对对对 基本上我看这手里啊 也没有什么碎末 对 没有没有 而且外观上来看 我们来把这根擦一下 嗯 其实擦干净看一下 它是不错的 两边的光泽度 其实都差不多 对对对 很接近 两边做的质量都差不多 现在唯一能决定输赢的 就是产量了 何师傅 会如愿获胜吗 好 时间到 听下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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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两边都是三袋啊 那看来咱们还追上了 还不错 我们就后来这个局上 我们就没手出嘛 就不愿 好 现在比赛结束了 从我们做出来的成果来看 两队做的都一样 都是各三袋 每一袋是五十斤 也就是说各一百五十斤 裁判很头疼的问题来了 是啊 但是呢 按照我这个评判的这个标准 我感觉应该是传统队获胜 因为这个新型队这个机器 毕竟还是不稳定 恭喜你们 太让我失望了 它技术还是不算太成熟 所以我又支持传统队 还没干货就坏了 还是不行 冯老师 真为他高兴 你看出来的条 又整洁 又光滑 非常不错 但是最后这个机器烧了呀 我想问问您 这是必然还是偶然的 那我想它在设计和使用这台机器的时候呢 可能考虑的不是很周全 我们看烧的地方是那个轴的位置 对 最关键的位置啊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机器在工作的时候它要生热 那你就需要加上润滑油 让它阻力小 不容易生热 另外也有冷却的作用 这个油啊 在热了以后它要蒸发 所以如果说这个油加上以后 这机器长时间工作 这个油就会蒸发掉 那就等于是金属跟金属干磨了 对这个润滑油咱得给它持续要上上 对 是吧 它呢是原来想的是人去到那去加 填油 对 但是人呢不一定监测的那么及时 该加油的时候可能你忘了 或者你没有看到 所以我想它这个机器如果在这做一些改进 改成自动的去加油 定时的咱们给 是吧 定时定量 对 看油不够了我就给它加 油不够了给它加 也不用人去看着它 这机器也不会烧了 看来啊 这个所出的问题呢 都是因为我们要不断的完善 要从这个细节着手去改善它 对吗 对 如果说在这个机器运行当中 再发现其他问题 我们还要想办法不断的去解决 我想这个机器会做的越来越好 听您这么一说 我更有信心了 来我们来一起看看 发明人会不会做出这样的改变呢 接连的失败让何师傅羞愧难当 但他并不气馁 他觉得有时候失败是件好事 可以帮助他及时发现不足 加以完善 机器需要定时加油 在他看来不是一个小问题 一旦疏忽 不但影响工作进度 时间久了还会缩短机器的寿命 如果能让机器自动加油 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一次陪女儿玩耍 何师傅突然发现 不知不觉中 女儿已经长大了 会唱歌还会跑步 他突然意识到 自己陪家人的时间 真的太少了 心里满满的都是对家人的歉意 机器要改进 家人更要陪伴 转变观念之后 他没有像之前那样急于求成 而是慢慢完善 家人也逐渐相互体谅 在家人的支持下 新机器华丽诞生了 以前你的埋怨恨都已经没有了 现在特别为我老公高兴 我觉得他多了一件特别伟大的事情 儿子你现在不用那么紧操劳了 我为你骄傲 何大哥 您好 听说您机器改好了 我们就过来了 机器在哪啊 机器在这儿 从这边到那边 就是这个呀 改了一条生产线 这也太大了吧 您是整个生产线都在这儿了 整个生产线了 这个也太壮观了吧 新机器完全脱胎换过 从过滤到搅拌 再到冷却装置 附属设备都进一步完善了 当年的小机器华丽大变身 变成了一条完整的生产线 更适合大批量的生产 那么之前出现的问题 何师傅是怎么紧学的呢 这个我就熟悉了 这个就属于咱们机器的大脑 对对对 核心的都在这儿 我们这次啊 还增加了一个自动注油 对 上一次咱们机器中途坏掉 对 就是因为忘加油了 工人忘记加油了 我们第三代机器啊 做了一个时间控制器 加了一块变频器 然后来实现它自动化控制 间隔四个小时 自动注油100秒 是不是耗电了 耗电了 比您小时要耗得多啊 一样 咱们这个 所有的这个输送带什么的 功率很小 就是一点 一点多千瓦的电机 机器除了全自动化操作以外 何师傅还在一些细小的地方 做了改进 最让他引以为豪的是 这一回 除了可以做木屑颗粒 机器还可以用其他原料做颗粒 这就是刚才我在那个养羊户那里 他为养羊用的 他自己粉碎 我在那里要了一下 对啊 这就是那个玉米结果粉碎的嘛 嗯 可能嘛 可以做嘛 您打算用这个去做是吗 我刚才试了一下 嗯 这个味道 一闻就是结果的味道啊 你闻闻 嗯 玉米结果 是吧 是玉米结果吧 哎 这个 八子皮 对 这我找他们要了点瓜子皮 嗯 也做了一下试验 何师傅说 只需要改变机器的模具 就能做出不同元材料的颗粒 没想到 接杆 还有我们常见的瓜子皮 都可以用来做颗粒 那么做出的效果 到底怎么样呢 跟木屑颗粒比 又有哪些差别呢 我们兴奋的 赶忙让何师傅 现场演示一番 这个也不可以 我这还先吃 还可以 这个之前 有没有想过用 没有 结杆也可以做这个颗粒啊 没想到 以前听说过 我没看过 结杆做的颗粒 看起来还不错 那瓜子皮做的 又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哦 这些黑色的 都是瓜子皮 嗯 还挺好看的啊 应该是比较好掰是吧 好掰 这个瓜子皮啊 还真是 我们比较一下 这些是用木屑 纯木屑做的 颗粒 嗯 这个是用 带瓜子皮做的 这个从 呃 外表来看啊 这个颜色上 对 这边好像要发黑 这个纯木屑做 稍微有一点点发红 对 嗯 也都非常漂亮 是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边是用 结杆做的 对 结杆做的就 结杆 就明显要 感觉要稍微 要松一些 对松一些 嗯 颜色呢 好像是 可有点 黄绿色 是吧 对 嗯 这个我也掰一下 嗯 很好掰 对 嗯 这个很好掰的 三种不同的原料啊 他们的这个燃烧值 会一样吗 嗯 燃烧值是一样的 只不过就是 嗯 原料的生长周期越长 嗯 它出来这个颗粒 密度就会越大 嗯 燃烧的会久一点 也就是 两位大哥觉得怎么样啊 还可以 除了一个都还可以 这铁杆的也挺好的 嗯 这个木屑的也行 这个瓜子皮的也可以 这鸡牙省上的 都还算是合作 您看二位正满意 是不是就要把这台机器 带走了 嗯 我想这 开始试一下 怎么试 嗯 比一下 怎么还要比呀 嗯 这不都看到了吗 做穿 看到了之后 这个这么大的家伙 顶我那小点要比 他要是说 他昨天要说 跟我说啊 可以一台顶我两台 这机器的出量 要是 等下是那样的话 我都可以留下 要是假如说 还给那一台 比我家两台 不是我家两台出的多 我可能不会选择 新机器的表现 得到了老陈和老王的 一致认可 可是考虑到 机器庞大 成本又高 所以细心的老陈 还是提出了 比赛的请求 为了证明机器的优越性 何师傅不但答应了 还不辞辛苦 花了半天时间 将机器安装在比赛场地 今天呢 我们的新老机器呢 就要在这里 进行一场终极的较量 那我看到 咱们比赛的双方呢 还是何大哥带领的 这个新型机器队 和我们老陈和老王 带领的传统机器队 欢迎大家的到来 然后我也发现了 有许多这个熟悉的面孔啊 你好 过来支持何大哥 是的 今天我老公必胜 必胜啊 绝对会赢 对 心情倍儿强 倍儿大 那你现在什么心情呢 有点激动 有点紧张 有没有一些加油的话 要跟他说 有 我老公是最棒的 老公第一 我还发现 何大哥 你今天的这个帮手 好像只带了一位大哥过来 是吗 我只需要这一个帮手就够了 就够了吗 完全完胜了 他们就可以 就您俩人 对 然后操控这么大一个机器 是的 你们俩有压力吗 没有 没有啊 没有 我们两个机器还比我他们一个吗 虽然数量上是2比1 但是人家的体型那么大 咱们这么小 能干得过人家吗 试试吧 我们让现场的观众凭第一印象投票 到底哪个队的人气更旺难 没想到刚一开始就又给老陈和老王泼了一盆凉水 大部分观众都选择了新型机器队 您好 您好 我看到您刚才是在那边啊 怎么跑到这边来了 这是这边是吗 现在 对 也是这样 感觉它的这个研发比较先进 还是感觉跨进这个新时代的步伐 因为老师说叫我们创新发展 所以我就选择这个大机器 课堂上老师说了让你们做那个创新是吗 所以你觉得这个既然是新的就是好的 这边稀稀拉拉只剩你们几个人了 但是你们为什么还坚守阵地的留在这边呢 我问一下这位大哥 我们就是这两个机器怎么也比一个机器快吧 你从数量上2比1 对对 所以觉得肯定能获胜 对对对 究竟这一回新型机器队能不负众望 赢得比赛胜利吗 刘师傅您好 咱们今天的比赛规则是什么 能跟我们说一下吗 比赛时间30分钟 哪个队做的又快又好 算获胜 就是比赛时间加长了 对对对 多方面的去考量一下 所以时间就加长了 对对对 好 那个比赛开始 好 开始 比赛正式开始了 这一回新型机器队找挖土机来帮忙 不一会儿就把原料填好了 巨大的入料箱 一次性可以装很多原料 再也不需要人工师傅们实时填料 不一会儿 原料就进入筛选箱 大块的木头被分离了出来 而此时 老陈老王也在筛选原料 可是与何师傅的新机器比 明显要废试许多 只要人工师傅速度一放快 粉尘就越发肆意飞扬 不一会儿就把所有人都包围了进去 新机器运行平稳速度飞快 没一会儿功夫就做出了许多颗粒 支持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何师傅从容不迫地在旁边观看着 而老陈老王那边 早已顾不上粉尘的包围 焦急地指挥着 最后索性自己也跑到了新机器队这边 老陈 怎么跑过来了 不在自己的阵营里了 我看他机器运作得怎么样 我过来看一下 过来看一下 那照现在来看觉得怎么样啊 马马虎虎吧 现在还是马马虎虎吧 跟你们那边比起来呢 现在还差不多吧 那你觉得今天获胜的粉丝性大吗 它那些挺快的速度 没办法喝 现在都有点没办法了 有点心虚了 对 大哥您之前接触过这个木屑颗粒是吗 我这个是做颗粒的 您专门做颗粒的啊 那您是行家了 那今天这两个队做出来的 您比较一下 觉得哪边做的好 我感觉还是这个新兴的 这个机器做的比较好 嗯 好在什么地方 因为它的成功率在90%以上 今天看这个是新兴机器队做的是吗 对对对 你觉得怎么样 看起来还挺好 广泽也挺好 印度也挺好 这个唱作也有 虽然新兴器今天表现良好 但倔强的老陈还是不服输 不到比赛最后一刻 自己就还有赢的可能 究竟这一回还会不会像上次一样 出现什么意外呢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 离比赛结束也越来越近 何师傅越来越有自信 老陈和老王那边也在问力追赶站 好 时间到 现在比赛结束了 我们双方做出来的这个成果 已经摆在我们眼前了 那么从数量上来看呢 好 这边是比这边要多两袋 对对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质量怎么样吧 嗯 这边也难一点 嗯 我们来比较一下 嗯 这个传统队啊 相对来说可能 呃 干活的时候啊 可能稍微积了一点 没有 没有去筛 但是这个锯末啊 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多一点 嗯 今天应该是省略了 最后一个步骤 对对对对 没有筛 对 这个新颖队吧 呃 干净 质量也好 嗯 非常好 咱们现场所有的观众 好像现在都站在了何大哥这边 你们都是支持新型机器队是吗 是 您是那边的忠实粉丝 怎么现在跑到了这边了呢 我现在这边多 多 哦 质量是否 老陈老王 你们现在甘心吗 服了 服了 你服了 你呢 嗯 好了 好了 呃 现在我宣布新型队获胜 好 恭喜何大哥 哦 非常激动 嗯 嗯 这么多年的辛苦啊 也没有白费 终于把这台机器给做成了 嗯 嗯 以后啊 我会再接再厉 把这个木质颗粒机啊 做得更好一点 何师傅发明的历式环模颗粒机 改变了以往平模的方式 采用环形模具出料 做出的颗粒能耗低 差量大 效率高 原料的选择更加丰富 机器操作简单方便 自动化程度高 一个人就可以控制整条生产线 经过重重考验 最终得到了大伙的一致好评 发明人发明的多功能生物颗粒机 操作简单 自动化程度高 采用力士环模出料 效果是传统机器的好几倍 附属设备从搅拌过滤到冷却都非常完善 而且它不仅可以使用木屑 还可以采用接杆等其他物质 达到了废物利用 值得推广 如果要说赶进的话 希望尽量口设计为全封闭式的结构 这样可以让粉尘不至于外泄 更加环保一些 好 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 如果您有好的发明和创意 都可以告诉我们 我们的联系方式就在屏幕的下方 您可以登陆我还发明的官方网站 或者是新浪微博 好 再一次谢谢彭老师 也谢谢电视机前的您收看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继续锁定客家频道 其他精彩节目 我是丁熙 下期再见 小龙虾的吃法多种多样 蜂蜜全国 但是 想要把小龙虾清洗干净 却不是简单的事 这个经营龙虾店的年轻人 会做出怎样的机器来解决这个难题呢 只是一台怎样的机器 能将藏在下翘缝季里的屋渍 清洗干净呢 敬请收看五爱发明 小龙虾洗澡剂